下面我们来看看回顾拓展3的内容 首先看交流平台 在交流平台中 我们读到小林小冬两个小朋友 学了课文之后 他们感动的地方 他们记住了什么 学到了什么 那么我们不但看他们的交流 小朋友 我们自己也在这方面有分享的 有收获的 大家也可以这样交流起来 特别是看到了开头结尾相呼应 就是我们在课文学习时候所说到的首尾呼应 或者叫做首尾照应 以及16年前回忆这篇课文中的一些细节照应 大家都可以来谈一谈 这样的写法在表达这件事情 表达思想感情的时候 我们的收获感受 在日记月累中我们读到叶婷所写的求歌 那么读这首求歌 我们还可以了解 叶婷是谁 他为什么写求歌 求歌表达了怎样的一种思想感情 在课外书屋中 帮助大家提供了一些继续了解我们革命传统这方面的书籍 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来找这样的文章啊 篇章啊小说啊来读一读 在课外书屋中呢给大家重点介绍了红颜 当然了 还有除了红颜之外 还有一些书 大家呢有条件的都可以读 读这些书 其实呢是通过我们读故事 了解那一段历史 也同时呢是为我们在课文中课堂中的学习提供一些必要的和相关的资料 帮助我们把课内的文章读得更好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说呢 在课内读的文章 我们学到我们看到了解到的一些表达事情表达感情的方法 到课外阅读中呢 我们还可以继续体会和体验感受 这样呢 我们学起来课内外相结合就更好了 好了小朋友 那第三单元的学习就到这里